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维法逮捕有罪 律师辩护无罪 维法逮捕有罪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消息 至少到现在还有20位律师及人权工作者 他们是被秘密拘押去向不明 然后一共有213位的律师事务所 还有人权工作者他们曾经被带走 被刑拘然后失联约谈 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的惊人 而且都还在增加当中 甚至还有律师事务所是遭到搜查的 那这段时间我们其实有看到国际上 国际包括联合国人权专家 欧盟加拿大政府 美国国务院以及英国澳洲的律师公会 香港大律师公会 国际特色组织 美国等等都有出来声援 所以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台湾的媒体到现在关注的还没有很多 那台湾的民间团体在上周一 也开始召开记者会声援 那我们包括台北律师公会 屏东律师公会今天有加入我们的这个声援行列 那我们当然期待全联会 以及各地方律师公会都纷纷的加入 那以目前来说 我们的联署活动是破千人联署 然后一共有40多个民间团体 团体是声援这个活动的 那中国政府当然是不乐见台湾的人民 或政府出来声援中国人权律师 但是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 因为这一次中国大规模的是针对 尤其是针对人权律师的这样子的对象 所以我们必须必须一定要召开今天这样的声援活动 用行动出来在表达我们的立场 今天我们代表台湾的公民以及律师界 一定要声援台湾 一定要声援中国的人权律师 因为很简单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选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 其实背后有一个纪念碑委员会的声明 其实各位等一下来看 这份声明其实正是我们的声明 我们知道台湾走过这样的道路 我们不希望中国政府正在打压他们自己 社会的良心以及他们自己的未来 那我们一定要站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标题是 其实律师都要有人权 这是多么一个卑微的请求 我们非常的惊讶 其实这件事情我们特别要提醒的是 在全世界各地都引起非常高度的关注 但是在台湾我们的政治人物不敢发声 在台湾我们的媒体没有报道 在台湾只有公民社会在关注这件事情 我们太过轻忽我们对中国发出声音的压力 以及改变的现状 我们如果现在不站出来的话 事实上我们担心我们的执政者 我们的当局 这个随着两岸的交流越来越密切 随着两岸交流越来越密切 可能会彼此造成我们的法治的影响 而且逐步的下降 这是我们非常担忧的 这边请代表 就是我们台湾律师公会 全国联合会的人权保护委员会 带你的一个声明稿 那我约略的提出我们全联会 这边的看法如下 依照联合国1990年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6条规定 各国政府应该要确保律师能够履行其所有的职责 而且不受到恫吓 妨碍或是不适当的干涉 而且律师不会由于其按照公认的专业职责 准则和道德规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 或者被威胁 被起诉或行政经济或者是其他的制裁 那这样的理念呢 依照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9条 至第11条规定 也有特别的名文写到说 今天已经遭到逮捕的威权律师 也应该要享有不受无理逮捕 拘禁受独立无死法庭的绝对平等不偏 而且公开的听审 还有他的答辩上的权利 我们也要尽其所呢 给他一切的权利保障 所以本会严正的呼吁 大陆政府应该要遵守上面的规定 并且格予维权律师应该有的正当法律程序保障 让这些律师们获得应有的公平审判权利 那至于大陆维权律师在职业过程中 是否过程违法或是违反律师的职业伦理 或到的规范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也应切的计判 大陆那边的全国律师协会 能够本着于律师自治以及自律的精神 主动予以了解以及协助其处理 那最后代表本会发言 对于大陆维权律师 不惜牺牲个人的职业以及人身自由 为了改善律师的职业环境及尊严 追求保障人权以及促进大陆的法治发展 他们能够坚守他的理念奋斗不懈 我们在这边我们给予他们最高 最诚挚的敬意 谢谢 那我们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讨论 我们最起码应该有声言 应该有个声明 就是刚才我们知道 那个联合国台湾 不管是哪些政党 他们都好像觉得台湾在国际参与 应该积极一点 应该更有表态 那我们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台湾在这边可能比其他的国家 最有条件 最得注意到 所以这个可能是对中国 那边被违法的代表的人权律师 应该是有帮助的 那另外呢 如果要 这个是最起码的 那如果我们要再进一步 或是更 跟基本的 应该叫 所有台湾投资在中国的撤资 政府可以做 等一下我们会到 那个经济部 也有一个活动 那我觉得 这个可能听起来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这个可以 是可以用一个比较极端的 那个 七八点 那我们再谈 那我们政府 应该做什么 当一个世界的一个 负责任的政府 谢谢 大家知道在240名 被逮捕 经济的人权律师 跟律师 法律工作者 被逮捕的第一位 是王宇玉山 是位女性 他的孩子包萌萌 在 因为16岁的包萌萌 只是因为他妈妈 是一个人权的律师 他妈妈曾经帮 法轮功的学人辩护 他就在前往 机场的途中 被迫跟他爸爸分开 独自一个人 被带到天津 被拘禁了40个小时 这个中国政权 它可以因为 我们律师 在法庭上 为我们当事人辩护 而对这个律师的家庭 跟他的家人下手 我想在座很多的律师通道 你们也是父母亲 我们也有家人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今天面临我们的工作 跟我们的家庭 一个民主法治的政权 不应该让律师 在行使我们的辩护 在当事行使辩护权的当中 还要去考量到 我的家人 有不可能因为我所做的事情 而遭受到迫害 那今天刚好 我们是选在白色恐怖的 这个政治纪念碑前面 我想在好多年以前 很多法律界的前辈 跟现在这些中国的律师 人权律师 其面临到一样的状况 那我想请大家看清 我中国这个政权的本质 台湾 我们是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我今天非常开心 看到这么多人站出来 你邀请台湾的所有的朋友 如果你们认为 民主法治 自由人权 是台湾应该坚持的价值的话 请大家站出来 声援中国人权律师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Ancho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cholas